大家好,我是亚新 班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跟外交家 小的时候因为家里面很贫穷 经常到官府去抄写文书来养家糊口 有一次,抄写的一段内容让他有所感触 不禁感叹道 堂堂三尺男儿大丈夫应该有宏伟的志向 怎么能长期坐在这儿,虚度大好时光呢 一起抄书的几个人 听到班超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都嘲笑他,说就你现在的状况 还想去建功立业呢,安分一点吧 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哥哥班固的介绍 明帝任命班超为蓝史令台 掌管奏章跟文书 永平16年,班超投彼从容 击退了匈奴军 奉命率领历是36人前往西域 巩固了汉在西域的统治 而之后呢,班超更是在西域 平定内乱长达31年之久 为西域的安全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 做出了卓越的功绩 我们纵观任何领域的古今中外的名人 没有一个不是立大志而得以成大业的 其实在历史跟现实当中 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 成功者跟失败者之间 往往只差了一步之遥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要对自己高一步要求 更严格地磨砺自己 充实自己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自己成为生活当中的强者 更是竞争中的赢家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